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中会产生很多的实验数据 怎么样整理它们 也是实验内容里面的一大训练 那在大一的普化实验里面 有一个课程叫做缓冲溶液 在这个实验里面有十杯缓冲溶液 它们是由不同比例浓度的 弱酸及其共二碱所配置的 那这十杯到底哪一杯 是最好的缓冲溶液呢 那它有个专有名词 就叫缓冲溶量 如果你够算出这十杯 每一杯的缓冲溶量 那你就知道 哪一杯是最好的缓冲溶液 那因此经过实验的设计以后 你就可以画出这十杯的线性 那每一杯都有它们的直线 有了斜率就可以套入公式算出缓冲溶量了 那今天这个影片最重要的就是带你如何画出这十杯的数据 然后算出它们的缓冲溶量 所以呢详细的实验原理 请在上课的时候听老师的讲解 而今天的影片最重要的就是教你如何整理数据 画出图形 算出缓冲溶量哦 仔细听了 那因为有十杯 所以呢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就挑两杯 我们就挑编号B和编号F哦 嗯我们继续听下去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B杯数据如何整理 首先我们从A栏位看到F栏位 A栏位呢就是B这一杯容易 它呢分别用盐酸D 0D 1D 2D 5D 那呢在我们的图形的X轴 我们要助记0-1-2 为什么 因为加入盐酸PH值会变小 所以我们要-1-2-3来代替它的X轴 那加了氢氧化那以后呢 pH值会增高 那呢加0D到5D 我们在X轴的代码就是0-1-2 好那接下来D这个栏位就是现场做完实验里的数据 但是要修正成1栏位 为什么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还没有做实验0D的时候 一模一样东西可是PH值不同 因着这个不同必须要把它修正打平均变成相同的PH值 到时候就把C栏位X轴 E栏位Y轴才有办法画出一条直线 那打PG的方法当然很简单啊 就是4.47加4.58 不是在计算机做计算哦 而是要利用Excel的函数功能 直接在上面输入函数 来帮我们计算 好那在这个19这个栏位 就是要把D9加D10 这两组数据打平均 那打入函数的符号的 这一个输入 就是这样子写 等于D9加D10 然后打括号除以2 这个函数符号要照写哦 那我们就过来了 就在这个栏位输入这样的一个函数 按Enter就出来了 接下来这个也是一样 在这里 然后在函数区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们出来以后 如果这个小数点不对的话 在这里做个小小的提醒 这里可以调整小数点的位数 你看我刚好利用这个讲一下 这里可以调整小数点有没有 好那如果你的小数点位数不对 可以调整 好接下来对这个上面的数据而言 他们全部都怎样呢 是不是加了0.06 修正以后都是加了0.06 你看4.47加0.06 变4.53 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注计 都加了0.06 下面这一组数据 4.58变4.53 是不是减了0.05 好OK 对减了0.05的数据没错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把上面所有的函数都输入进行修正 那方法我们就在14这个栏位写入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是全部加上0.06 那我们就输入了 好OK 它颜色变掉了没关系 好那呢 这个输入好以后因为下面是复制嘛 所以我们就移到这里 好让这个滑鼠变成十字架黑色的往下滑复制 这样就出来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数据 然后我们把它置中 数据置中 好那接下来呢是下面这一组 1 11 函数符号 在这里 那往下 十字架移到右下方黑色的往下滑复制松开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它的小数位数不对 刚好可以利用这个进行调整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子图形就画好了 目前讲解的是修正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要来画图了 我们可以把西栏位和一栏位的数据圈选起来 就可以画图了 那记得圈选的方法 Windows是要记得按Ctrl的键 Mac要记得按Command才能够做圈选哦 好那我先圈选 X轴西栏位数据滑鼠变往下滑 那接下来就是这里一栏位也要圈选啊 记得要按Command或Ctrl键 要按住 那这样两组数据你都圈起来了 好那就选择插入 在中间这里有一个散步图 我们选择第二张 点进来了 那把图弄合理的大小就在这里了 好那这是B杯 那我就用B 好那这里小小提醒各位同学们一下 我的X轴是正5跟负5 那它到6我希望它只呈现正5跟负5 那我就按滑 把滑鼠移到这一组数据上面 它就圈选起来了 按右键 选择坐标轴格式 在旁边 好那我们就选择负5 跟正5 好因为每一个系统都不一样 有的 它那个 X轴的最大值最小值会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跟各位同学们 讲一下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 好修改完毕了 好那接下来按右键 按滑鼠到这个线条的正上方 按下去 再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加上取式线 然后它最右边有个对话框 在最下面两个我们把它打勾 好这两个要打勾 那就显现在这里了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Y等于0.1067X 加上4.4633 这个0.1067就是我们的斜率了 然后我把它圈一下 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好这个就是斜率了 那我们就把斜率放在这里 数据就回来了 那由斜率就可以算缓冲容量公式在这里 好公式在这里 斜率打倒数乘以 我们一滴是0.05毫升 那我们的盐酸跟氢氧 花纳都是1N 好然后我们最后总体积是30毫升 那呢 换算成函数就在这里了 函数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待会要在这个栏位 17的栏位要写入这一串的函数 好那我们就来输入了 在这个函数栏位这里输入 好那就出来了 就知道BJ杯斜率是这样 缓冲容量是15.62 这样子第一组的数据你已经完毕了 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E这一杯容易 经过实验以后你获得的 pH值数据把它填在D栏位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在0D的时候 他的pH值都是相同 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形就非常好 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修正 就把D栏位的数据搬到E栏位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来画图画看看 我们滑鼠选取C栏位为X轴 然后选取E栏位为Y轴 选取完毕 按插入散布图 选择这一个 好那你画出来的这张图以后 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啊 就是他并不是直线型的 刚刚我的示范里面是拿B这一杯 他10个数据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你可以找出他的斜率 可是如果这张图 你就直接去算出他的斜率的话 这个值是不对的 那这样子算出来的缓冲容量也不对 那遇到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 这里有写若原始图形 非直线型 则选取-1或-2的点 到-1 -2的数据点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这个实验的缓冲效果就在前面 这里发生了 那既然发生了 我们就拿真正发生的那个区间的数据点 来画线 然后找出斜率 这样得出来的缓冲容量 才是最真实的 好那我们就来试做看看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如何画图 把圈选出来的这几个数据 选取出来画图 图画出来了 然后得到他的斜率2.56 那我们输入在这里2.56 那他的缓冲容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就是这一串函数符号 那把它输入 我们就可以得到缓冲容量是0.65 这样子就完成了1这一杯的 数据运算了 好刚刚利用了2杯 向同学们示范如何整理数据 所以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 把另外8杯给整理好哦 那现在我以同学们的示范数据 向各位同学们说明最后成果的呈现 目前荧幕当中看到的是A到C杯 它原始的数据修正了PH值 红色的部分就是我所选取的数据点 所画出来的图 那有三张图 以及他们的斜率我都登录在这里 然后换算出他们的缓冲容量 这是前三杯 那另外七杯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哦 接下来是另外三杯 D到F杯 他们的原始数据的状况 红色一样都是所选选的数据 画出来的图 那这是斜率 由斜率得缓冲容量 好 那这是最后四杯 G到J杯 的原始数据 那红色也是一样 所选取的数据点 所画出来的图 得到斜率 可以换算出缓冲容量 各位同学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得到 很好的一个数据整理的一个观念呢 期待你能够非常的顺利哦 同学们 再将最后的数据整理 如画面这样的表格 就会一目了然哦 你会发现 从A到J的斜率 还有他们的缓冲容量 都列表以后 你会发现 A它的效果 最好了 因为它的缓冲容量的数字最大 30.25 而对照组就是我们的F 纯水 它的缓冲容量的数据最小 0.29 所以缓冲效果最差 那剩下的 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缓冲效果 也就一目了然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实验数据整理的影片 期待各位同学 能够透过影片的讲解 能够熟练 Excel画图 方程式运算 整理报告的能力哦 祝你顺利 这个文字 请不吝点 油 十路 五十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